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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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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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黑方是适思禁 这是没有少量的 但是许云川呢 他意识到这个企业是一个特殊的抵盘战斗 他可能是从心理的角度 他退炮 他是给对方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 让对方呢 不知所措 因为红方如果再对兵呢 以后黑方这炮就打了 从心理上来讲呢 红方可能就不肯再对这三兵了 同时他退炮还给对方一种什么错觉 就是认为你退炮 黑方也不能随便的平炮 平炮以后可能中足要丢掉 他认为黑方退炮没有用 红方可能 实战中我们也是选择的兵有劲 认为你没有什么作用 我先挺兵和马 实际上呢 这招挺兵呢 就是一个不明显的软招 红方呢 这招棋呢 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它等于是一个等招了 而现在呢 双方两军交锋呢 这个兵贵神速 红方呢 要想办法抓紧时间呀 这个来着手这个进攻 因为这种棋呢 黑风阵型呢 比较厚实 你老在这慢慢悠悠的走下去呢 将来这个棋呢 就要出一些问题 对 正可谓这个夜长梦多 红方兵有机效率比较低 他不如直接冲中兵 对 实战招法 后来红方再冲中兵呢 整个节奏呢 就慢了一大牌 那么现在黑风再不适 现在就体会出来啊 寻传这个退炮的这个 对不起呢 走得非常的机敏 退炮以后呢 骗取了红方进边兵 和这个不适的交换 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退炮的效率呢 就比较高了 因为黑风跑跑 对于毕竟还是比较有用 而红方这个兵呢 作用不是很大 到最后当然发挥一些作用来 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 那么红方呢 也不好选点 他索性呢 从中路呢 打算呢 这个杀开一条雪落 冲中兵呢 就是准备再冲中兵 开通这个马路 接下来呢 黑方聘局对军 虽然属于这个 这个阵盘器必须要取胜 但是呢 有些时候你 还是不能太违背起 该对军的时候 还要对军 这是一种策略吧 就是说 巡船是想 与对手呢 拉成战线 对掉局以后呢 他顺势把这事退回 退回 然后他这个拔路炮呢 随时有欢中套 反击红方这个中路统治 保留这个炮八平五 那么红方呢 冰武机 继续这个同中边 黑方中武机先吃掉 吃掉以后 现在红方 走局二将 如果你走马三进五呢 黑方炮八平五 对 你如果现在跳中马 现在它掐到好处的 平中炮 这个炮八对于这个效率就太高了 现在就能看出来 和这个冰九机的交换 红方肯定是吃亏了 那红方 黑方租三机 这招旗也实在必行 这也是在双方的预料之内 黑方要解决这个马炮的问题 把它打掉 它不能捉 如果捉 黑方可以马而进四 这灯炮了 红方难讨便宜 接下来呢 寻穿这个 急迫的心情呢 就体验得到了 他想呢 直接越马呢 与红方的进行混战 如果要是这个棋 按这个正常的走法 黑方应该选择炮二分三 先顶住红炮 不让它浸泡较僵 因为这个棋是黑方的权力 下步你再跳进去 这起码比较稳健 不给红方呢 这个下底炮僵啊 这种机会 对 浸泡一僵 毕竟是它有一些攻势 不过从心情上 也可以理解 寻穿这盘棋 因为是绝对是不宜合 只能举胜 合棋也就是意味着 自己将被淘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双方这个激战呢 就不可避免了 红方 黑方上将 御驾亲征了 这也没有办法 如果要直视的话 黑方 红方炮七瓶九 这个底炮的牵制呢 黑方比较讨厌 对 这个底炮功用就比较充实 这一代炮五瓶八呀 将来就有手段了 黑方之所以敢上将啊 还跟他这个拔落炮有关 他这个拔落炮正好啊 守住这个 自己的二路线 那么接下来 红方先拼着炮 因为他这个炮出险地 黑方可以随时 菜种炮得体 先把这个炮走开 那么黑方走 炮瓦平六对鞠 平炮对鞠 这鞠要是对了的话 尽管没有鞠了 但是黑方这个中族很大 就说红方想 这一下求和呢 想达成和气也不是很容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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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红方下这种残局啊 他这个功力也是非常的深厚 呃 他好多棋就是仅仅占了一点点的小便宜 甚至是军事的棋 他也是经常的取胜 所以说 王斌呢 他要保留鞠 鞠二平四 断除这个 黑方的马森就有这个马路 因为毕竟是黑方这个降龙卫一副 红方保留局的攻击 攻击这个能力比较强 那么接下来 黑方G8禁6 也是着手这个反击 现在呢 红方的前沿阵地也只有局炮 不足以构成傻事 但是呢 将来有马9禁8 马3禁5 一旦再有个马投入战斗 黑方这个阵型呢 就有一些问题了 而黑方现在走足5禁 只能是限制 红方三路马 而不能限制马9禁 所以说 徐云传经过这个考虑 选择了G8禁6 那这招棋呢 就说的 等于也是势在必行 这个G也必须得通投 因为这一代 从中路到这一 双方争斗的焦点 那么黑方 就是 力图呢 使自己的G呢 能够尽快的 投入到战局当中来 这时候呢 对于红方来讲 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候 他如果这部棋 能走出马3禁5来 这个棋呢 将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战斗 他先把这个自己呢 最背的一个马跳上去 发动进攻 而这个汪斌呢 可能是他计算出现了错误 他选择的是马9禁8 他认为这个棋啊 更凶悍 但实际上呢 就是红方应该还是走马3禁5 这个兵呢 尽管黑方是可以吃的 现在如果吃兵 他还可以先打将 对 打一将 然后再跳进去 或者直接跳进去 也非常凶 当然跳进去是很凶的 也有可能黑方送过足 但是红方这个炮 也会打出去了 应该说 红方马3禁5呢 是比较好的选择 而在时代当中呢 王斌这个马9禁8呢 就给了黑方呢 更多的机会 红方这个禁马 我认为他 他不是没有想到马3禁5 而是呢 他过意详细自己的计算 这儿一吃 红方马8禁9 这是一个决限 这叫伤 马9禁7是杀7 但是呢 黑方顺势扫掉红方骑兵 并且扛住了红方禁马 那红方马3禁5 红方这个时候走啊 看起来这条旗很精妙 而实际上呢 应该说啊 对黑方的威胁不如 刚才我们所说 直接马3禁5 因为随后呢 黑方有一些 比较巧妙的手段呢 能够化解掉红方的这个故事 这里面就是汪斌的错误 就放在这 他就误认为这样 像黑方呢 难硬 你现在不敢抽马 抽马我跳马 杀你 你如果菜我炮 他肯定是这样想的 我的马将来 拉不进7了 对 肥掉以后 这个马呀 黑方就非常难以控制了 他主要是没有想到 黑方接下来有个足迹 先把这个足送掉 这样从整体上来看呢 一下子就延缓了 这个红方的进攻速度 对 打江 然后再退嘛 这两步起 可能是红方失算的地方 而且一下切断了 红方这个狙啊 与左翼这个马炮的联系 特别是 这么一看呢 红方的子力就显得比较松散 红方呢 随后走回马 因为这个马上不去了 也不能 现在 白白被吃掉 反正他 带着僵持 他总是不能给对方 抓这个机会 黑一方呢 灰鞠 把红方底下呢 就斩掉了 现在这个局面 红旗呢 这个两翼子力呢 被给分割了 这个局被这个 还有这边马炮 被中马给分割了 他现在也找不到 有效的进攻手段 那么他就选择了炮五平二 他准备威胁浸泡较僵 的同时呢 拂有炮二斤二打马 这招的骑呢 走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就是说赶快把这局面啊 这个李李清 让他明朗化一些 那黑方为了不丢炮 炮六斤九 炮二斤二 强行这个打从这个阻力 那黑方的马呢 再重新呢 再跑进去 这二呢 就是说双方就形成了 这个混战 但是毕竟呢 黑方呢 先有一个项的收获 应该从这个战略上讲的 作为这个徐云川 他必须取胜的情况下 他能走到这种局面 已经说是非常的满意了 对 这盘棋 接下来呢 就是黑方 来退居 出底炮 这个也是体验寻川的 比较老练的一个方便 他退居以后呢 他的好处呢 就是 把你炮一吃掉 我的老将就能走安全了 对 而将来我有这个七足 还多一个象 那么以后的这个战斗呢 我就又其可下了 这时候如果要是 红武方 走的比较冷静 他应该直接进行交换 就是走聚八级 应该这样直接交换 交换以后呢 黑方也就是只有吃爆 让他进马一跳江 就下降 下降 现在正好有一部马六进击 把这个编组保住 而他这个鞠的出路是一个问题 如果他现在不出 我将来把这个鞠退回 将来还有贴甲量和马 对中 封锁 他如果进鞠捉炮 红武方恰好有一个桥锁 下底鞠 下底鞠是杀棋 黑方 这是菜鞠 只能平 这个时候红武 还有部马七径 还可以借力使力 就是这个棋呢 红方教育一系列的这个战术手段 他炮九平五 炮九平五 红方还炮二平五 这个棋要是走出来呢 很有可能的呢 就形成了这个子力的交换 甚至是直接就把炮菜掉 把炮菜掉 这个棋 黑方也要丢擦 这橘子平五 走平这种棋 所以说红方这个鞠 还要向后退 总之呢 这个棋 红方应该是这样交换 这样交换呢 黑方这个鞠呢 它迟到别线以后呢 它还要花一些功夫出来 然后你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啊 及时调整自己的这个位置 是啊 而它实战中呢 这个棋 红方这种选择呢 应该说 后边呢 还是 总可 对抗 他是打士 他想啊 打士先白吃一个士 他想 他起码非方把这个炮吃掉 然后他再吃炮 他从心理上来讲呢 他就是想 既然我丢了一个像了 我不能呢 这个白白的 没有补偿的 少像跟你作战 那我也 想方设法呢 赚掉你一个士 这儿咱们两个人呢 都有所欠缺 但是这种走法呢 又给了寻传更好的机会 黑方炮二拼三 这个士不换 保留这个此地 他主要是有进炮一僵 可能他打士的时候 他以为啊 如果他逃炮 他就打相 因为他有这个帅啊 黑方不能落 对 但是黑方正好有这么一僵 一僵你要知识 这炮就落了 上将这个马又有僵了 又一僵 那炮还是要丢 这个红方呢 这个旗应该说就出问题了 现在他不能打相 又不能白丢炮 只能退回来 他准备拼容炮较僵 然后黑方进炮一僵 红方也只能支持 然后黑方啊 进马 宫中还带手 进马既可以将来卧槽 又可以守住 红方平炮僵 对红方这炮了兵 我就走不上了 那走到这应该说 这个旗啊 就是黑方就非常有力了 好 红方就说 想守呢 他也不好守 当然这个卧槽马呢 还是比较厉害的 红方先顶住 知己仰鸟士嘛 还顶住卧槽马 然后黑方先把自己的老将 走安全 先下去 并且虽是这个炮啊 有拼中较僵这种可能 这样呢 就说红方这个子力啊 太分散了 已经不好组织起啊 向下的攻势了 那么现在 他要面临平炮一僵 你要不是呢 他这个炮一瓶 或者打向 就是杀旗 那红方走炮了推二 炮了推二 他想呢 你要僵呢 我就炮了屏股电炮 那么许云川呢 这个时候又走得不错 他并没有直接炮了屏股江 而是老是保留着这个僵 让红方呢 老觉得呢 不干净 这个也是徐云川这个战绩比较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说他在占优的情况下 他不像有些汽车走得非常随手 非常的这个匆忙 他占优了 他仍然是走得非常的严谨 他还退炮 准备将来这炮三平五 这个炮就太厉害 退炮 对 这炮三平五往中间就是个空头炮 然后再放红炮 这种配合是非常的好 那红方马鸟金霸 就是灯炮同时呢 有点挂脚 那黑方再炮三退二 再退炮 把红马引进来 再退炮 那么将来这个九个炮呢 就随时一打马 然后再拼冲炮 这底就透江了 这个就出奇了 现在呢 红方一看中路要出现问题 他主动给了一枪 那黑方现在呢 他 这不起 又走得非常好 他没有去捕试 或者是电冲炮 如果电冲炮呢 这个炮不能电 他就退马挂脚 你如果电这个炮 那将来对掉以后呢 双方这个局面呢 变得就比较缓和了 黑方如果想取胜就比较困难 这个马路退路 又是一个 连续的 好的手段 退马 他本来这个马 他达到了他的目的 把红方阵型给搞乱 现在呢 在调整位置 将来这个马呢 有像 攻守两立 对 攻守两立 像这边移动的可能 将来可以直接炮三瓶 我 这底下仍然是透居 愿意换 他还可以换点 那这个局作为红方来讲 应该说呢 就比较困难了 实在当中 红方走的 也是没有办法 回马 马发退期 那么他顺势炮三瓶 这儿黑方呢 终于 把这个居的 这个居脸露出来了 走活了 把这居走活了 红方只能 被迫一灯 配方五将 红方只能飞翔 不是的话 就是杀旗 也不能逃炮 逃炮的话 也空头炮 将来马7-6 对 也是杀旗 只能飞翔 这个地方呢 巡船走得非常细致 他不给对方呢 这个在 炮二瓶五 这种机会 对 如果现在 你要直接发动 进攻的话 捉马 他这个地方 有一些干扰的手段 有些手段 将来十大瓶 巨五瓶六 再保住这个马 他先炮鼻 走得非常的老 不给你炮鼻 我这种反肩啊 跟我这个 抗衡 制造麻烦的 这种机会 因为现在呢 黑方的主要是 把红旗的攻势给守 不给他机会 因为红方这个阵型啊 已经是没法防守了 所以说 黑方不必着急 先炮鼻 接下来 红方 进马 马六进八 黑方再 在甲后中 炮九鼻 准备将来 一有机会 就打掉你 你这个象 已经逃不掉了 知识 就一打僵 这个炮又停过了 这两个 罗罗炮 准备重炮工程 将来还可以 配合马骑 那红方 现在走的是 马八进六 他先 巨八平六 他先 巨八平六 他先守住这项门 这个棋 如果不走 巨八平六呢 可能要走 二平三 可能要顽强一些 但是呢 黑方就简单一点 把中线打掉 这个棋 也是占右了 你一打这个炮 他再打回去 以后马骑进 我有脚了 但是巨八平六呢 导致速感 平巨 黑方这马又 带着先登出来了 黑方马骑进 一捉 捉霜 只能炮的尖 然后再打向 打向以后 这炮还不能动 动就把菊 踩来 是啊 红方 只好用这马 去看住炮 这个棋 已经变得非常简单了 黑方 简单的一步炮圈 就锁定了圣局 现在是杀旗 马骑进五一蹦江 对 当然是先鞠一将 叫马骑进五 先江一样的 他不是杀旗 他就是多了个马骑进五 反正一蹦江 也是圣事了 那么这个棋 他这个炮又不能跟 你跟炮 他把这个炮打 所以说非常尴尬 那走到这儿 王斌看到大势已去 也就只好 这个缴械投降 那么这个棋 应该说 这个寻传在心理上 以及运用的 这个战术上 都是非常成功的 抓着王斌 这个怕寻传拼命 想稳 而又没让他稳住 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著名的 背水一战的这个战力 那最终的寻传 在扳回第一局的失局以后呢 在快级赛当中呢 又击败了王斌 而最终呢 获得了第23届五阳杯的这个冠军 那这盘棋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这盘森呢 一盘森呢 这盘森呢 这盘森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